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远程服务器进行一个管理控制 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希望去在这个控制终端里面 去长时间的运行一些命令 一些脚本或者一些程序 那么但是的话 如果说我们一旦关闭了这个终端 比如说我们现在运行一个top命令 那么我们一旦关闭了这个终端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下次再连接到我们的这个服务器上的时候 那么就会发现我们之前所运行的这个绘画已经没有了 已经关闭掉了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再去执行某些这个工作 执行某些任务的时候可能就会非常的麻烦 所以说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叫做screen的命令 那么去对我们的这个远程的这个连接进行一个管理 可以去把我们的这个远程连接的这个绘画 进行一个持久化 进行一个保留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YAM命令来去安装这个screen screen是直接包含在我们这个系统的样物源里面的 OK 也是非常的小啊 400多K 安装完成之后我们直接使用screen命令就可以去进行一个管理 那么screen的这个原理实际上是一个这样子的 我们在去运行screen命令的时候 会去新建一个全新的一个终端啊 或者一个绘画 我们叫做一个session 使用screen回车 我们会发现这个画面好像闪了一下啊 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已经建立了一个全新的一个session了 我们可以在这个绘画里面去进行一些操作 比如说去使用top去进行一个这个管理监控 或者说去运行一些脚本 或者说运行一些需要长时间运行的程序 那么比如说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 就是使用top命令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这里仅仅是举一个例子啊 我们可能有些程序是不能像top这样子 需要一直在这个绘画里面去执行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现在需要进行一些其他的操作 需要退出这个终端 或者说我们现在需要干一些别的事情 我们不想让这个 我们现在正在执行的这个top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脚本或者程序退出 而是就想让他在这个绘画里面执行 我们可以去使用一个这个screen的快捷键 去退出我们当前的这个session 那么这个快捷键是Ctrl A 然后松开之后加按一下D 那么screen的所有快捷键 几乎都是以Ctrl A开头 那么注意我们并不是一个组合键 并不是Ctrl A加D 而是Ctrl A按完松开里 后再按个D OK 我们按了以后会发现 回到了我们刚开始登陆进系统的这个终端里头了 就是我们刚敲完screen那一块 因为我们敲完screen以后 实际上是启用了一个全新的一个绘画 那么可以发现这里是告诉我们detached的 我们已经从刚才的这个终端断开了 从刚才的这个绘画断开了 但是这个绘画实际上还是在运行的 我们可以通过screen-ls来去查看 我们已经新建的这个绘画 那么可以看到 它是以这样的一个编号 后面加我们的主题名 这样的一个形式去标识的 后面告诉我们是detached的 是已经断开的 如果我们想回去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去使用screen-r 后面跟我们这个绘画的名字 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说有多个的 如果说只有一个的话 你直接可以去按screen-r 那么如果有多个的话 你后面跟名字就可以了 回车 我们会发现又回到了刚才的这个 正在运行top的这个绘画里面了 但是这个命令并没有去终断掉 我们可以继续 那么包括说我们 比如说我们再退出来 然后我们把这个界面关掉 我们把我们的远程连接关掉 然后我们回来 再重新连接上去 然后再使用screen-r 后面跟我们的名 绘画的名字 那么回来你会发现 这个绘画还是存在的 还是存在的 所以说不管我们运行 什么样的一个命令 比如说我们现在退出来了 再去运行一些别的命令 比如说我们去运行了一个 这个每一秒钟更新一次的一个监控 OK 可能你这时候是在看一个这个日志 或者说再运行一些其他的一些程序 我们一样都是可以去通过 Country 完了之后再加D 松开之后再加D 这样的方式 那么去这个返回 去断开我们的终端 我们后面可以再去返回 那么同样我们可以去使用screen 去建立多个这个绘画 我们按screen回车 不加任何参数回车 这时候就又新建了一个绘画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的话 去 就顺便LS一下吧 比如说我们编辑一个这个文件 OK 那么我们给里面写一些东西啊 Hello world吧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不想退出 我有一些别的事情玩 Country A加D 退出来了 那么我们 使用screen-LS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已经有两个终端了 刚才是3281 现在是3359 OK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R 去回到这个3359 其实好像可以 不用去跟完整的这个主机名 而只需要跟一个编号 对 是可以只跟编号的 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又回到了刚才这个VI编辑的渐变 那么我们退出来 我们再回到刚才的3381这个绘画里面 这个好像没有了 我们来看一下LS 是3281 OK 3281 可以看到 还是我们刚才运行的那个uptime的这个命令 所以说我们可以去同时运行多个这个绘画 然后通过screen去进行切换 加快捷键去进行切换 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保证我们的一些需要长时间运行的命令 脚本 或者说一些动作可以不需要去 我们在这里去等待 可以让它一直在这里去运行 因为很多的脚本命令 我们在退出以后是没有办法再去返回了 它就中断掉了 OK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使用screen 去对我们的这个远程连接 进行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管理 可以让我们的绘画信息 持续在我们的这个远程的系统上去运行 这样子的话 可以就大大的节省了我们的这个管理成本 也让我们的管理更加灵活 OK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给大家介绍如何使用screen 对远程绘画进行管理 那么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